大巨蛋真的要坏人的话 都必须要经过招标的过程 大巨蛋僵局南姐 现在传出有新的日方接手人 室内挑高设计玻璃墙 搭配植栽绿建筑 巧思创意通通来自日本建商 竹中公物店 实收资本额高达166亿台币 成立超过100年 是日本前五大建商 被点名是可能人选 科隆纳45000人 1988年启用的东京巨蛋 还有日本指标建筑 大阪 杂幌 福岗 名古屋巨蛋 也都出自竹中公物店 工程经验相当丰富 这家公司与台北市渊源不浅 104年度市府编了近280万预算 为大巨蛋做公安体检 找的就是竹中公物店 林青龙私自找竹中公物店的关系人 来设的这个安全标准 这些人把袁兄赶走了以后 又要来承接大巨蛋 我想这个是无法无天的政府 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 消息传出还有人说 竹中公物店若是接手 将不收一毛钱 为的就是这个 高雄轻轨7月通车 柯文哲日前也抛出 要盖轻轨解决塞车问题 如果竹中公物店 愿意无偿接手 包括桃园台中等直辖市的轻轨 也可能成为与日本建商的 交换筹码 可能性非常的低 因为我们还是一个法治国家 纵使是人治国家 也不可能 领导者说一就一二就二 想太多了 北市的大巨蛋传出药 直辖市帮忙买单 中央的角色引发关注 北市府远雄持续攻防 也难怪各种可能方案 浮出台面 三连球员李震道 周凯台北报道